到你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杨家 其实也是个藏无纳垢之地的时候 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想知道 我偏不告诉你 谜底揭晓得太早 那朵无趣 反正结局早已注定了 拖下去 是 走 娘 皇后 没想到 玉池戎隐藏得如此之身 幸好并未牵连到殿下 可是切身不懂 他对杨家恨之入骨 但是又为何要助你打压太子 你以为他是好心 如今看来 他无非是看中我意志皇位 想要趁机挑起事端 让我们为皇位争个头破血流 让杨家分崩离析 不过我杨广可并非是像大哥那般 一无是处的庸才 不会让他阴谋得逞的 如今父皇与母后失和 倒是个好机会 对 如今父皇心情烦躁 母后心力交瘁 若是此时太子再犯下大错 惹得龙颜震怒 到时就算母后再想为大哥说话 恐怕也于事无补了吧 但若太子一直都未犯错了 事在人为 他不想犯错 他也不想犯错了 得看本王 给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殿下 你与这奏章致什么气呀 父皇不通过再改变事了 何必如此动气呢 父皇就是故意不准我的奏章的 一次也便罢了 次次皆是如此 他肯定是故意刁难我 还有那些朝臣 如今也胆敢在朝堂上 与我唱反调 还有阿国 处处与我作对 你让我如何不动气 殿下 抱怨又有何用呢 殿下今日之处境 皆是昨日之失误所造成的 眼下殿下 因平心静气地去修正自己 而不是在这里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如今连你也与我唱反调 你们都有理 只有我是错的 我杀人了吗 我害人了吗 殿下 于储君而言 不求有功 只求无过的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作恶 你说什么 你说我作恶 殿下 晋王还有大臣们来了 他们来做什么 晋王说 今日是殿下的玄弧之臣 他们来为您庆贺 本宫不是说过不过了吗 让他们走 谁知道他们有何居心 不管他们是何居心 不管殿下是想接待他们 还是想赶他们走 都应由殿下亲自前往说明 以礼相待啊 正莫名其妙地赶他们走 只怕日后又落下话笔 如今 正是殿下需要人心之实啊 好吧 那我倒要去看看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参见太子 太子妃 你们这是做什么 竟把宴席摆到我东宫来了 我们是来为皇兄 庆贺玄弧之臣的 本宫早说过 今年不办 这若是传到父皇耳中 又该说本宫大摆延席 铺张浪费了 那怎会呀 今日是弟弟来为哥哥庆贺的 而且不过是小酒小菜的 简单宴席罢了 父皇不会说什么的 皇兄 你不会如此胆小吧 本宫怕什么 坐吧 坐吧 这杯酒我敬皇兄 祝皇兄福气长存 诸事顺意 有什么可诸事顺意的 殿下 好好好 谢阿光好运 喝 太子殿下 我等可否为殿下分忧啊 分忧 分什么忧 你们在朝堂上不与我作对 便是与我分忧了 殿下 太子殿下 您这话就严重了 我们不过是见解不同 何来与殿下作对呀 是啊 是啊 谁敢与殿下作对 今晚我等 皆不会答应的 殿下 夺虑了 微臣敬您一杯 微臣先干为敬 好 本宫便受了你这杯酒 谢殿下 今天我们是来庆贺太子